好的欢迎回来我是国际姐说过的时 终于是来到了EVO八强比赛的最后一场总决赛 这次IDOM的表现不得不说超级神勇 他打赢了四个人而且是连战连胜 什么概念啊 跟你说这四个人分别是克里姆森 东大 梅圆 加上嘎师傅 不用我多说吧 这几个人都是冠军拿到手软的选手 他们用的角色都是目前在各自领域代表的最强玩家 他打的这个八强就相当于每一场都是总决赛的规格 而且最最关键的是他用的还是劳拉这个角色 你想同样都是用劳拉的威力王 已经逐渐放下了 成为威力电竞职业解说 职业的解说 他已经不是职业选手了 自己的title也改了 在职业选手这个领域不太好混 反过来找我这条狗来抢我的饭碗 也是蛮狠的对吧 那为什么说劳拉这个角色很关键呢 就因为这个角色他其实强度首先不高 另外呢稳定性是很差的 那再加上八强的比赛都是属于抢三的 那你抢三的对战当中 又没有什么很好的稳定性 还能打出稳定的层次 这个是对于选手来说 非常非常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但是Idoke他做到了 所以他现在来到了总决赛的舞台 其实他在我心目当中已经是冠军了 没有区别了 他所打赢的那些人足够拿几个冠军回去 好那今天最后的比赛将是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展开各自的代表选手 最强的两位年轻人 其实我们也很乐于看到这一点 就是格斗的选手正在交替他们的血液 对吧 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些比赛一旦到了总决赛 往往都是那几个老人头 但是从前两年开始 年轻的选手逐渐站上了主舞台 开始挑战之前那些老手的王者宝座 这也算是一种格斗游戏的传承 我觉得这还很重要 好了回到比赛了 那总决赛正是开始上来 Idobe这边已经是属于非常威的一个状态了 但其实从前面几场比赛来看的话 威不威无所谓 关键有威力王坐镇 有威力王坐镇这种气势如何一拉满 反手就可以扑出去 EX波追着打 好了这个结构可以 之前也看到其他选手也用过这个对层 EX波以后直接跳起来先截 Idobe这边有个选项可以跳起来直接按中角 当然应该在这个点上他不会这么做 现在卡网诺这边是爆了VT以后的波进攻 最后一个投则带走了 那上来第一灯这边Idobe先丢 关键性的一波进攻是被卡网诺给解掉了 那这里没有打出一个翻盘点 好第二灯 哇开场上来就是两个前前到脸上 然后当中还穿插了一个擒攻击 晃出一个拆头 一波就到了一个墙角 卡网诺表现出了一个很强的进攻欲望 Idobe这边PV防守 又被给到一个Z康 这一波下去以后还要卡一个晕点 守不住就直接没 哇这下打拆了 Idobe这里上来就被吃了一个下马威 还有一口气在 会不会有什么变数 之前他就创造过很多次 啊没有了没有了 这边直接吃了一个perfect 这卡网诺下马威给足 Idobe这边应该是要感到一些压力的 你虽然可以打赢我那些老前辈 但是我卡网诺目前是作为新生态的最强选手 这一关你未必能够过得去 这个日美最强的交锋 上来是由日方那边先给了一个下马威 上来发波命中 打到康 一个VS追过去 Idobe这边要反击了 中拳给到counter这一手 一进冰冰冰有点高了 过去指令头一发的话是晕不了 还得再压 没了 这一下压制是给不了 Idobe这边要缓一手 选择一个发波 中拳把你空中摁下来以后 指令头补上 下中拳发不好的 这一手一个回身躲了你的一个下中拳复合发波 Idobe这边要被反打 中拳一个VT插到 想他头则没中 跳入 这一下跳中了 卡网诺没有对空成功 中拳突然又呆了一下 啊 连招又掉 Idobe这边出现了一些连续的失误 这个连续的失误没有帮他拿下对手 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这里还要跳 哇 他想要骗卡网诺的驾招 他之前看了卡网诺很会驾 这一下起跳卡网诺根本就没有理会他 这里还踩了一个冰块 最后的一点血料 这一下 哇 这是什么这么远的一个距离 哇 滑步以后再追了一个yes 就这一波对策的话 看起来平时没和柯林少恋 像nephew Neil 对吧 这些都是美国很知名的柯林选手 会追得很熟练 应该不带任何的考虑的 只要看到你踩冰块一脚追出去了 卡网到这里开场先打一下消耗 谁先打第一次进攻 很吓人 这进攻谁进攻都会有点恐怖的 发波 这一下命中了 中拳马上一个确认T7追击 啊 这一下起身被抢了 艾朵们要被反打 这波也到不了两边 还可以再耗一会儿 选择一个拆头 下中拳空了 反锁就是一个下中拳的插合 一波放倒 追过去星空就有点中 烂命走机走 EX波再往前压 就直接连续不停的粘着你 一个中拳完了以后再一个V闪 又打了一波 只能到墙鸟一气合成 中拳往后一拉 这一下 哎 一个起跳换出来以后 哎 连招掉了 这下连以后 艾朵们也是第一时间 绝对按出自己的中拳反击 哦 被吓招了 这一下倒地 丢一个冰块过来 再一个普通筒 冰块还没到你头上 先吃一个头 然后爆了VT再投则 要追这个血量 连续的投则 听说你不敢拆是不是 还想投 艾朵们这篇EX的轴股机 实际预判你的后后 这已经是第几个人了 在最后的关键血量 快要到见底的时候 艾朵们就是很敢出这个EX的轴肢 超级感 我这之前是谁 这东大还是美元 反正也是的 拆投一个 拆投完了以后 最后能等一下 他EX轴肢直接预判 或者是追了一个VS 好 那现在比方来到一批 上来中拳命中 塔拉贝拉打确认 往前压 尽量还没有 做不了太远距离的翻语 喔 看这一下 靠头有数 应该是前一是觉得这一下 重拳是可以给到碎康的 所以用了一个重拳 打了出去 想等一个碎康 结果发现没有 有点可视 艾朵们是给到一个智慧的 这一套又是命中 EX一推一个墙角 艾朵们这边手上是有V资源 但应该是蛇调的 这时候VT是他翻盘的资本 一定要开VT打 但这个时候只剩抢招拆投 哦 来了 中调民众 这波走势放倒以后还可以再压 一个头则没有中 但是离闪抓中了 再则一个阵尼 来 这下补一个迷闪 哈罗诺解了这一波 但是运连很高 一个别死少年以后又是一个指令头 直接打晕 这一波应该是可以直接带走了 连续的两个重拳以后伤害拉曼 劳娃这个角色的话 如果对手被打晕的情况下 那是非常非常痛的 有这续满的一个电波可以连续给两个重攻击 好 那现在是到了这奥登 Idom 这边已经是到了领先了 不过这个比赛的话 Idom 这边是处于一个败者组 要赢的话必须要赢下两个抢三才行 上来是一个墙角 下定了命中以后一个冰块跟上啊 这一波打下去 Idom 已经气数已尽了 最后一个晕点应该很难防了 直接抢招 就防你打我拆 我就干脆抢了再说 算是抢到了 威力王的绝技 重拳 VT 给到 则器放倒还是老规矩 这边又VS追你的后后 追中了 EX波再打 这边一个V闪 解掉了这一手进攻 可以 这里发波 哦 看到这里金光一闪 应该是想要交一个闪神 这个闪神被抓掉了 中拳 诶 碎康连组被连 这一下绕出来 轻攻击点中 绕到一个逆想 能带走吗 带不走吧 差一点 哇 失误了呀 这是什么 在哪个帕拉贝拉戳上瘾 等一下帕拉贝拉打空以后 是给到埃隆们站起身 第一时间带走了 卡瓦诺 评分很快锁定到了2-1 两边都是节奏非常的快 可以感觉到他们在这种快速的压制进攻当中 各自都有各自的失误 因为要在这样子一个非常快的节奏当中又做好 确认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难度 他需要考虑的节点并不是说这一下是否命中 还得考虑到很多对手后面的一个变数 脑子需要飞速的应转 已经不仅仅是说我打中了以后 要不要确认打连招这么简单的 还要考虑到后面很多对手可能会做的事情 都要去确认 这边指定头又中 会不会一直来 EX波打一下稳一手 对手交一个V伞下中的要打中一个收招 蓝名走机戳起来以后这一波进攻后面是没补上 但是现在气势上已经压到卡瓦诺了 可以继续往前冲 两边在互相去试探 想要抓一下插盒的机会 重拳点两发青鸟子的抢撞 VT一波 打出门 这一下轮到卡瓦诺的打进攻 没有 还没打起来以后 Ino这边先声夺人 绕一个声控 这一下交一个比亚再次放倒往前追 连续两个前前就踏到你脸上了 来到最后的阵地 哇 指定头没中 这一波卡瓦诺的反打 轻攻击直接抢 威力王再次附提 nice 这一波 说明威力王的战术是非常行之有效的知道吗 威力王战法 世界无敌 走向了世界之爹 哎 这个比分什么情况 现在就3比1了 是吧 导播都已经忍不住可以改比分 从前点撞 轻角复合一个走机 烂命上连 现在一个拖子 这一下对手也没交易产 所以抓不了 一个冰块踩出去 马上一个VSJ 这一下一个起跳被捷空接中 这一下卡瓦诺反应非常快 重拳打到C康以后来到墙角 艾龙板边要怎么出 抢啊 就一个子抢啊 这波没有威力王的指导 我不信 好吧 毕竟威力王宇宙第一 这个艾龙没有区区世界第一而已 艾龙这边还有个墙角位 可以打 重拳直接硬插 哇 背后后夺指令头 卡瓦诺这边还交了一手VT 但是这一下 重拳靠过去以后马上交了一个闪神 重拳再来反手交出VT 将军 这个时候彻底将军 这个波比替你拿什么手 直接一个手指按下来 小比亚小溜 哎 这一下没有抓到 哇 卡瓦诺慌了 卡瓦诺肯定慌了 刚才一个情况之点的悠悠郁郁的 哦呦 慌啊 被眼前的这个人打是真的慌 因为他现在真的是 之前的一个表现太让人感到顾虑了 因为他太野了 前面连续干死的那四个选手很强 然后加上他打法很野 卡瓦诺也会有很多的顾虑 所以他到底会怎么来什么时候来 对吧 就按下去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犹豫 现在双方是一下子同时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IDOM对着卡瓦诺双双进入败着最后的总决赛 卡瓦诺需要好好地做一个深呼吸 如果他输了 这将是整个日本格斗界的一大耻辱 因为被美国唯一的一个用劳拉的IDOM单杀全部 一人灭团 真的是太凶残了 这样上来的第一个抢三结束得非常快 一个3-1 IDOM这边已经是把比赛拖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我觉得像之前的那几场连续的胜利 对于这种气势如虹的角色来讲真的太重要了 他就是靠一波气势上压到对手 让对手犯错这个很重要 对手一旦对于自己的一个判断出现半点犹豫 就犹豫一下那下一个指令头就来了 所以IDOM就很明显 就是要打到你有点犹豫的时候 怕一个指令头直接硬抓 对吧他也不计代价的 说是很敢于承担这种风险 他知道打你这种选手 你不可能说我有安定的打法 一定要重 哦重拳给到3号 走起放倒还可以再压 前前过去先一个普通头 那应该是中角了对 偷真的中角 哇这下是个威亚抓不中 你这边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抓空了一个指令头 这应该是想要出走机的吧 指令头都出了出来 呦后后躲中EX放倒 最后一撕 啊这下被抢啊 我感觉不是很妙 等一下交一个VR 先放倒因再说 最后一下要怎么来打 只需要点中一个轻攻击就行 但是劳拉的轻攻击有点短 看完了这边还有V槽在的 可以主动打一次进攻 选择一个EX波过去 硬着我还敢抓指令头 确实在这个点上抓指令头 很难让人想得到 因为他只剩一撕选了 更多的人会更加倾向于去用轻攻击 就打到最后这一下 不就是我会想跑嘛 我多点一下说不定就点中了对不对 这时候卡网了会反持到的行 我就是不动了 你有本事敢抓我吗 如果这指令头没有中 如果中的话上来要吃一波痛 毛巿赛连 往前压 下心跳一点中 我被点中以后一个后后 然后落地第一时间就要反抢 Idlem这里就放出了一个信号 就是我任何时刻都会反抢了 你要当心 这一波帕拉贝拉 紧长角 下段点中以后直接选择头子没中 来到我们这里想用中角去抓一下对手的一个新攻击复合 对手没出 这就是全摸角问题也不大 只要是踢中就好 踢不中的话问题会有点大 还是帕拉贝拉打消耗下中拳 哇这么吓人 低下空了再补第二个 轻角复合 难兵走击 EX波放倒 这边没有选择直接打连段 而是再找一个机会开出去踢 这个波命中的话最后一下要怎么没有 直接站在你面前 哎你想法就很多对不对 卡网络这个时候在想他是会打我逆向吗 他会突然起跳吗 没有Idlem什么剑都没有按 直接双手放开 在原地就看着你自己去死 还知道你想法特别的多 你会认为我在这个点上会折你一个逆向会干嘛对不对 我什么都不干你自己都不防 来了这里上来一个阻击命中 接着一个发波再到一个身前 这时候连续的压制打的还不错 但伤害并不高 特定这个角色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EX巴拉贝拉来给伤害的 接下来我们轻角的复合命中 往后来EX巴拉往前压 前前还要往前给足压力 交一个VR就放倒了 这一天穿的进攻哎呀超级可惜 最后直步于一个指定头 他如果没有交那个指定头的话 就是上来这一套连续的组合把对手压到墙角已经是很赚了 但是他就是一高人胆大想要指定头大力出奇迹 这一波没有奇迹出现直接是被带走了 来到我们有点可惜啊 上来我觉得那一连串的基本上就是兵不血刃 对手推进墙角自关一波厕所 对手就怕呀 看到他还真的怕 下中条复合一个手机 EX巴拉丢出来 继续往前压 哎命中了 中拳摁下来以后还是持定头 到了墙角 就直接反复的投就行了 EX巴拉往后拉一下打了一下乱动没中 连续两次 卡完了这边 最后找准一个机会 中条给出一个瑟康 一波压出来以后 EX巴拉伯拉送上去可以做到一个推板了 毛是三连 我还要教一下VT 一定要把你积极实实的推到这个墙角 不给你任何动的智慧 一套TC命中 再往前压 清空之后点到最后一个暈点 EX了 命中 继续往外冲 维力王 啊 这个点 居然是堵了一个很大的架招 idome最后的那个反击已经非常的漂亮了 但是架不住卡网诺的胆子比你更大 我就敢在这么远的距离突然就出一个架招 诶 没想到吧 在这么远的距离 我知道你一定会压我 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为了给自己降低暈点 然后同时又可以完成一个攻防的转换 你肯定会压过来 所以我在这个点上选择一个架招 就是完美的 计划的非常完美 好现在就到了第三局 这一下到了版面以后第一时间前前出来命中了 卡网诺已经是不太敢去确认对手的一个前前了吗 他其实压版面的一个确认前前能量还是很强的 这边EvoEX命中 idome这边至少掉到一个半血 跳动掉下来 我从头没中中拳 这边打中你的一个发波 idome的压力会有点大 听到直接开出BT继续施压 啊 这个冰块没有丢好 idome直接一个肘子出门了 指定头命中 还可以再猜 EX没有 重拳EX发波以后中断命中 青鸟点到以后一个发波放到最后一个晕点来 下段连续的猛戳 卡网诺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防守压力 面对任何一个角色你都不会感受到有这么大的防守压力 他的速度太快 进攻的持续性超强 而且是有一个极强的破防能力 就是给对手指定头的心理威慑 你必须要动 你不动 你就会被抓 那请你动一下 idome这边要一鼓作气了吗 这里轻攻击抢动出门 BT开出来了 这里中拳又是一手对空 给到一个最高 哎 连招掉了 他掉了这个连段对于idome来说是减活一条命 否则就是一个墙角加上带VT的压制很恐怖 这里后跳一个空对空 现在卡网诺手上是有一个三气在 这三气可以用来防守也可以用来打进攻 克林对于资源的使用分配上面还是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多变的 前进过去投没有中 现在idome这边更加主动 EX波就出手了 把资源交光也要想换一次进攻智慧 下中角 啊这边指定一个VS取消 哎呀 抓逮真的敢 他下中角没有选择烂命走劲的一个确认 而是直接选择一个VS少年补上一个指定投是真的敢拼敢打 各种抓你想不到 你就是想不到 现在idome这边是连战连胜比赛已经是来到了idome的一个赛点 反客为主2-1 只差1分就可以拿下总冠军 现在idome这边马上就要成为美国英雄了 开场两分开始变得有点谨慎 idome一看自己已经距离最终的胜利只差一步之遥 能不能稳稳的拿下比赛 但是这种角色要稳的话基本就没失望了 还是要记住一句话气势如虹 这里被抓了一个插盒倒地好在没吃 没吃的话进不了墙角有吃的话就麻烦了 前天过去头没有中 这里怕拉贝拉摸奖 但问题也不大就基本上不怎么掉血 但现在idome这边好像有点难受一直摸不到对手 这里想要再压的时候被对手反过来先抢了一波 往前压 情况下点头没有中idome这里看到对手头没有中的第一时间想反击 可惜手有点短 角色的烈士 EX波来了想要跳不给智慧 先是一个普通头 中角只能被架 这一下一个压制 有点过于草率了 他之前太多次用了相同的套路 很多次都选择在投完对手以后用这个中角偷折的方式去压对手 但这个重点V7命中了这一波 最后一丝血 EX波 哇 这一下 看似将军的最后一击啊 结果卡网诺起身一个回身一差 躲了对手的一个攻击判定 反手一波带走 非常冷静的一个判断 面对对手亡命的一击 卡网诺还是冷静的做出了最合理的判断 好的 那现在来到第二顿 上来这里绕到一个地下 idom这一波有点不太好受 手上没有吃 诶 下中角拉宾走走 哇 偷到我真了这一下 连续的组合漂亮 威力王special 这个套路我也吃过 这个套路并不是不常见的套路 威力王也会 所以为什么说威力王很强 因为他会的idom也都会 idom会的威力王也会 但很可惜 威力王没有一张通往ebo总决赛的门票 不然我相信威力王还是有智慧可以夺冠 来指定头没有中 中角然后ex趴了贝拉 下中角打完以后这一波看一下直跳的压制 这个对于idom来说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守的招 只能是硬吃 那防不住的话就要快被打死了这一下 最后一个硬点还是一个直跳下来 我还是想要抢招 此刻威力王附体 威力王被打晕了 这个被打晕的不是idom 是威力王 现在最后的这点血料看起来应该是很难翻了 除非他抢中 我起身抢了什么东西 金光一闪 交了气没打中对手被卡瓦诺一发中拳直接戳死 那这样已经是来到了一个双赛点 但其实就综合的比分上来讲idom这里是更加领先的 但我其实现在比较好奇的是谁把idom送到败者组去的 是哪个人你说他今天要是在胜者组 对不对他早就已经是冠军了是哪个人坏了才idom的夺冠大致 但是这个比赛就变得越来越说不清楚了 现在总决赛打到双赛点 压力给到双方 谁能扛得住 非常冷静的一个对空 还可以再压全比赛没有决中 但是下一发前前以后的轻攻击补到了 打到抗以后再来 暈点很高 血量也不多 中全又是一个对空 对空做得非常好 哇 直接带走卡瓦诺 这一下是真的很 连是几个冷静的对空 卡瓦诺一直突然想要出点奇招 从你头顶来 但是突然发现这也是一个钢铁头顶 又来 中全往后拉一步 再一个发波 中全VS到长角 这一下VS在追 还是一个常规套路 但是补了一个指令头 上海拉曼EX的指令头 暈点已经很高了 卡瓦诺绝境 哇 最后抢了一个轻攻击 抢出来了EX帕拉贝拉 可以反观一个板标 而且这一波会拒他娘的男手 手上是有一个VT在的 中全打到一个厚厚 对空 也是钢铁头顶 轻易的想过来不可能 最后这一下 一个暈点 打完了 但没有卡这个暈点的话 其实伤害不会给到特别高 IDOM仍旧有智慧 这边 轻攻击中攻击又打中 中全这个对空 阿克什 超可惜 EX烂命 想用EX的烂命对策 来防你这一手冰块 这个就像看到克林丢冰块 尼奥EX生龙一样 这么没用 对手会防 好的 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双赛点的 最后的一灯 中全对空 上来还是稳定的对空 不给你偷食的机会 想要债我便宜不存在 上来IDOM先倒地 过去下段 中全反抢 这么赶 再来又是一个稳定的对空 指定头没有抓住 卡瓦路这里交了V闪 第一时间的反击 没有选择快速的起身 今天在地上多赖一会 生怕你走我套路 来下中条烂命走机 发波往前吹中掉命中 再前好的一个中断 这下指定头 为什么不投 指定头没中又被躲了 卡瓦路在最后的一局 最后的关键一灯 连续两个V闪躲了两个指定头 转翻了 再一个BS放倒 好 追过去又是一个V闪 玩命脚 EXPO这一下指定头脚走了 重拳反手给到一个C 两边血量都已经见底了 就只剩一次机会了 谁犯错谁就没 爱动我们这边想要稳定一点 先发两个波 看看能不能通过发波来找智慧 老队说连上去试探 中拳没中 中拳要给到一个C 抗 这边要吃牙起身 直接吃到一个TC反手 开出来 结束了 这一下结束了呀 爱动嘛 最后的那个点上面是真的可笑 他想要作为主动的进攻这一方 去扩大自己的一个胜率 因为毕竟出棋的总比做棋的好 他这一道棋没有出到位 对最后的指令头连续的距离问题 和对手的V闪躲了 真的最后一灯 爱动是想尽一切办法想跟对手玩命 卡网络也是冷静得住 觉得对手就是会出这个指令头 我就连续的V闪就是开始要跑 跑掉了 讲成这一整局我觉得爱动没有输 他仅仅是输在了最后一灯上面 被对手读到了自己的一个指令头 而这种东西说真的 他就是一个硬吃问题了 就是纯纯的硬吃问题 他对于对手如果他想要交V闪 我这边如果没有出指令头抓的话 我觉得爱动他是可以做到完美的百分百 去捕捉你那个V闪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的选择上面都做错了 这个 我不能说卡网络猜得准 如果卡网络真要猜得准 他其实前面几局就应该已经赢了 爱动我们连续赢了这么多局 一直来到了最后的一个赛点 所有的观众都为他站起来了 鼓掌 对吧 讲道理他是今天的冠军 感觉他打得更漂亮 虽然他这个比赛可能没有拿到冠军 但是他的整个比赛的表现上来讲 其实已经征服了所有人 太秀了 此刻的他我相信威力王也为他感到骄傲 好了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来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